各位有聊刺濟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殊的賽事 那這場比賽也是一開始村民會有九隻村民 那地圖有點像是阿拉伯 一開始會有石牆在 那中間也是有少量金礦跟石頭 然後生物的部分大部分也是在中間 外側只有少量的生物 那這場地圖感覺像跟競技場像 都是旁邊有大量木頭 但是後方就是像阿拉伯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場地圖前後中期的打法可能會相當不一樣 因為這場地圖邊邊角角碎石路的部分 是沒法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是沒法直接圍死的 一定可以從這個洞磚過來的 所以圍死這條路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把自己在下面這裡再圍好 再圍一個大石牆 跟金牆一樣 直接圍一個口字型 才有可能把自己圍死 所以這場地圖在比賽來說是相當特別的 那開局也是不太一樣 原來開局就是有九村 所以一開始都會拉四個人去挖木頭 直接進入九批的一個路線 然後趕快去趕路吃豬 那路線的話跟阿拉伯 十批之後的路線其實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太誇張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賽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一開始就是九村的話 就不用再慢慢經歷前面的五村三村的一個狀況 會讓遊戲的一個進程加速 所以打起來的比賽會更有這個 感官上會更好一點 視覺上嘛 遊戲的流程會更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15批之後 應該很快就可以上到封建時代了 大概可能要到19批或20批左右 才可以上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一個發展吧 那目前兩邊都是已經選擇吃果子了 那豬肉也在吃 那路也在趕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樣地圖沒意外的話可以打很久 因為黃金上來說是稍微多了一點點的感覺 因為這個金礦都蠻大搓的 只要外面有挖野金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防守來說也是需要有點考驗的 好那稍微講一下文明特色 目前土耳其選擇的是 紫色是選擇土耳其 那土耳其的話最強的就是他的火炮 有多惡射程喔 只要研發這個火炮術之後 土耳其人就可以拿火炮 用這個遠程打擊 對付對方的工兵阿 或是工程器 還有這個毛兵都可以 那除此之外呢 土耳其人是不想法升級斗力 跟這個毛兵的 但是相對呢 他可以免費升級落馬 所以他落馬的一個生成速度 是最快的 馬上到地龍時代就變大落馬 而且還會多意義遠防的一個效果 所以土耳其人 如果打垃圾兵的話 落馬是首選喔 那其他方面的話 就可能要靠他的這個 土耳其火槍兵喔 去做個壓制 那後期再轉一個火炮速出來 用火炮加火槍兵 加落馬的一個打法 是最適合土耳其人的 那土耳其人如果打火槍兵 不太適合的情況下呢 也可以選擇打馬功喔 所以土耳其人的一個戰術選擇來說 也是不是那麼單調的喔 選擇性還是有的 只是垃圾兵的部分 需要去思考一下怎麼打 那盡量還是要去打這個落馬就好 因為不能升級真的很慘 好再來就來看一下這個孟加拉 孟加拉人最大特色喔 是這個大象有多功能的效果 他大象可以抵抗 對方的常常兵25%的這個額外傷害的效果 那出武之外呢大象還有這個抗招響的能力 點一下派科技之後 大象可以增加攻擊速度 而且這個工程戰象也可以吃到這些效果 所以孟加拉人大象是需要注意的 他的這個工程戰象啊 還有這個相攻喔 都是要特別小心的 好那孟加拉人出武之外 還有這個戰車路線喔 那戰車路線的話 現在比較少人打了 現在都打相攻比較多 因為戰車要一直切換喔 然後科技也要攀 相對來說成型時間比這個 蒙古圖技還要晚一些喔 所以戰車算是非常大後期才可以玩的東西喔 那如果你要速成的話 還是打相攻就好了 那孟加拉人的話 我覺得他蠻強的啦 而且每個時代還會多兩村喔 所以經濟上都會補陣一些 好這邊看一下洛瑪秀秀 唉結果 哇這個孟加拉拿下來守殺 對方的伺候直接被斬殺 兩邊都在利用這個高地去換個傷害加成 好那這邊一到封建時代 馬上就按下這個 欸他們是打直層 喔不好意思已經27P了 打直層 好那兩邊都打直層27P 欸這個流程跟一般的直層流程好像差不多耶 好大概2725 2728P喔 正常來說是27P 或26P就可以上了 快一點的話是26P 那這邊到了26P 27P 欸土耳其這邊是27嗎 哇27P 然後點城堡 OK那土耳其這邊是正常的 然後孟加拉人這邊會多兩村是因為 所以他生時代會多兩村的關係喔 所以實際上他是26P就按了喔 所以時間上會快了一點點喔 好 那孟加拉人的話這個優勢喔 就蠻明顯的 這個生時代真的多這個一村喔 就感覺會多很多 這個經濟喔 好那目前看起來孟加拉人 打壓法算是比較偏黃金兵的一個走法 那不確定這邊是會打騎士還是 攻兵路線喔 因為孟加拉人的話 我覺得直接打大象是可以的 等大象前期的一個維護成本很高 這個成本太貴了 肉量要很多喔 那孟加拉人的話 現在感覺先開TC會比較好 先開農 反正這個地圖有點像競技場 把所有的資源往後開也是OK的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沒意外的話 這場比賽應該會打一段時間喔 因為這個感覺不是 可以短時間就可以分出勝負的地圖 好 那這邊果子快要吃完 果子吃完的話 就可以拉這些吃果的村民喔 去蓋TC喔 或是直接在旁邊撒田 好這邊拉的一村走出來 這邊是要往外蓋TC嗎 喔這邊是打修道院喔 那孟加拉的修道院 生旅也是很強的 這邊生旅有這個 這個 三防 近防三 遠防三的一個效果 對方 對抗對方的斗力喔 或者是這個 毛兵喔 效果都不錯 但是依舊很害怕這個 肉馬 那目前兩邊應該都是打一個肉馬 當競技場打 哇這個 打法真的是打競技場 要來搶中間的這邊聖物喔 但是除了中間聖物可以搶之外 外圍的聖物也可以撿 所以兩邊的一個走向 可能要先決定喔 中間要不要先 全打中間的一個路線 還是要去 分個一隻去撿外面的聖物的一個路線喔 這張地圖應該是有這兩種打法 全力拼正面 跟 拼這個外圍的聖物的路線 好那這邊三隻清奇兵直接抽掉 孟加兩隻的 生旅 那目前 土耳其人的優勢就在這裡喔 經濟異常來說 會有優勢的原因就是 弱馬免費升級喔 清奇兵連研發時間都不用 投資的成本也不用喔 直接按下去就是清奇兵了 那只要是變成清奇兵之後呢 打對方的聖女 只要兩下就可以砍死了 這邊孟加兩人這邊會有點壓力喔 可能要點一下這個 宗教狂熱 還有這個血量 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增加到聖女的血量 可以弄速度 才比較有可能的喔 去撿到聖物喔 不然這個聖物很有可能 一直會撿不到 因為對方弱馬數量實在太多了 很容易就直接 暴斃了 那這邊並沒有選擇 拉少量的聖女子去外面探 這邊探路 第一時間好像沒有看到 外面的 生物的一個位置喔 但是已經有出發了 大家兩隻先去外面看一下有沒有 生物檢 生物在這個位置 那下方三個生物都有 土耳其這邊拿下了 這邊四個了 四生物開局 這邊可以找到嗎 欸 居然遭到了 很難得 那這邊聖女加三房其實效果還不錯的 好 後方直接按下了非常多的房子 這邊要來大爆農一波了 這邊要來一直開TC 右方這邊聖女要去撿 但是這邊早就有紫色的 掀騎兵在做防守了 這邊其實應對的很好 好 右邊這邊想要再往下去探生物 但下面其實已經沒有生物了 這邊只會看到對方的TC 而且還有洛瑪 洛瑪這邊直接做一個招翔動作 但是可能沒辦法招到 這邊再招了一波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哇 一隻都沒招到 哇 這就是清奇兵最厲害的地方啊 前期的生物大戰 看起來是托爾奇還是偏優勢的 這邊應該可以找到 OK 找到之後趕快就補一下血 去撿個生物 所以撿到生物趕快回家 趕快撤退了 右邊這裡還有一個生物可以再去撿 結果沒想到外側的部分 被孟加阿倫解的好像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但看起來托爾奇是要來潛壓城堡了 托爾奇人最強的地方就是直城 然後蓋保托爾奇火香檳直接開設 因為城堡時代的托爾奇火香檳是非常難慘的 血量非常多 一頭死車一發也不一定會砸得死 而且還可以同時反制對方頭車 非常難慘 盡量要到這個帝王時代 用這個火炮去打對方的火槍 或是用弓兵直接高速開設 用經濟壓死對手的火香檳 比較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在這個城堡時代跟托爾奇人大開戰 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被逼到 你要跟對方開戰的話 建議用這個騎士或者是戰毛兵 去跟對方互打 後面再加個頭車之類的 限制對方走位 這個包夾戰術 比較容易可以重創對方的火香兵團 因為火香兵數量異多 他的缺點就是攻速慢 那攻速慢的話 你用這些單位去包夾起來的話 你單位異多包夾起來打的話 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千萬不能讓他一直poke你 你一直被火香兵poke的話 血量會越掉越少 然後自己單位越容易打不贏 這是打托爾奇火香兵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 那孟佳佳這邊選擇使用印刷技術 以上對方實在 直接升級生女的能力 生女馬上就可以來造成托爾奇火香兵 那托爾奇火香兵的一個問題也是手短 那如果增加射程之後 生女的射程可以到12射程 那這邊射程的部分 托爾奇火香兵只有8射程 直接多了4射程 那用這個射程優勢就可以去 克制對手火香兵做一個潛壓的動作 好 那火香兵加上火炮 這個就是托爾奇人最強的陣型 然後後面再加一些弱馬 哇會非常難產 因為弱馬是可以來 counter對方的一個 生女的 你看現在這邊生女戰 這邊沒有弱馬他就很難進攻 而且很有可能火炮也會被招走 雖然火炮射程一樣也是12 但是等到金冠點出來之後 火炮射程變14 那變成孟加他這邊會變得比較被動一點 因為那個射程是打不贏對手的 好這邊直接開城門 4台火炮拆得非常快速 城門直接硬生倒地 後方的相公開始出來了 相公不錯 相公路線 相公直接出來 哇但支援很吃緊喔 那支援到 連一百的樹 一百木都沒有 一百金都沒有 哇相公就是貴了 好那現在三公都有了 而且化學也點下 但是還沒有點下品種 這邊品種還可以再加強一下 這個大象的血量 好但是這邊 吐爾七人 薛瑪莉的 清奇兵大洛馬金出來 那這邊要趕快撿生物 把生物趕快往回撿 這邊修到院的生物 掉出來之後 就不會再繼續產黃金了 好後方這邊發展其實也不錯 這邊TC開了很多 好那這邊點下了銀罐 派科技 派科技點下了 同時就會再提升了 好但是這邊沒有時間去撿 這個生物怎麼沒有撿 這個不太確定 兩邊在想什麼 兩邊都打得有點畏畏縮縮縮的 害怕急的感覺 好這邊相攻 適量十二隻 撿個生物 放進去 我們沒有把這個 修到院往後蓋 直接再直接撿進去而已 好 看來也是覺得對手不會直接硬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把這個修到院拆掉 讓他再撿一次 好前面再補下幾個射箭場 讓這個下攻出身的 支援的速度會更快一點 好 相攻這邊要點下精銳 相攻騎兵 那這個升級時間其實很久 跟遊俠差不多久的感覺 好但是這邊 突然其實並沒有一直繼續做前壓 這邊還轉出了駱駝 火砲樹已經 欸還沒有點 還沒有點火砲樹 十二加零 好這邊大象做個招翔動作 但是沒辦法招的那麼快 因為自己沒有跑速 也沒有這個印刷技術 射程式來說是不夠的 哇 這邊孟加拉還點下了最 贖罪思想啊 可以招同對方生侶的戰術啊 看來孟加拉能打這個生侶加相攻路線 確實是蠻給力的 但我不確定只靠相攻能不能打贏 雖然相攻到後期真的是蠻難解的 你看這個到精銳之後再加品種 西洋可以高達三百滴血 會很難慘 這邊遠防還有六 火砲樹 趕快點下去 才可以重擊對方的大象 趕快把火砲回頭打一下 但是大象很怕火砲 但是全部砸歪 哎呀 如果這個 土耳其人是 如果這邊是波西米亞的話 就會很強 因為波西米亞的火砲的攻擊 弱點的這個爆炸範圍是比較廣闊的 那土耳其人的火砲就只有射程優勢 並沒有這個範圍爆炸的一個效果在 稍微有點可惜 那這邊大量駱駝直接上來煙 哇駱駝打大象效果還是不錯的 直接很多大象直接導光 這邊莫家人還在潘科技 換了一個三級農三級木 後面再繼續往後拉 這邊經濟慢慢搞起來 點下精灌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點下之後村民術 的一個佔佑人口就會少10% 那現在是151村 那待會減掉了10% 的話 就會直接多出 11人口 15人口 講錯了 什麼11人口 就會多出15人口 再繼續出大象 雖然孟家人是村民是一直安一直爽 沒有關係的 反正你這個大聖佛教一下去 村民就會馬上佔佑人口出變少 就會出更多的大象 去繼續攻堅動作 但我不確定孟家人一直持續打正面會不會有優勢 因為火炮其實給的壓力還是有的 並不是完全沒壓力的狀況 但土耳其人現在把大量的肉跟黃金投資在駱駝上 現在火炮是有點難點出來 好 結果第一時間修道院還是要爆啦 果然做一個潛壓的話 這個修道院生物還是會噴出來 那這邊 土耳其可以考慮趕快去撿這個生物 趁對手還沒有拿回去去撿的時候 趕快去撿 那大家像這邊血量還是蠻多 雖然駱駝一直在輸出 但相公本身也是在打帶跑 一直往後拉 這邊駱駝的水量其實也開始變少了 這邊也沒有第一時間去撿生物 有點可惜 這邊有分兩隊喔 這邊有細節 前線控大象去打前線的生女 後方在直接原地開火 變成兩段式的 那這邊可以再考慮出幾隻生女出來補血 因為孟加拉生女好用之外 補這些大象也是蠻實際的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大象殘血狀態 一直在後面跟著他走 一直補血就夠了 然後適時的再去做招搶動作 我就可以了 雖然這個控法有點太複雜了 這個要控制的東西有點多 打起來會很困難 第二波駱駝再過來 火砲想要去往前追 彈道學補下 攻城戰項點一下 還有這個青騎兵 要來轉一下青騎兵做後續的騷擾了嗎 現在孟加拉人的村民術 已經只有141 稍微有點鞭掃 因為中間農田這邊有一些村民被打 相公直接射掉這些火槍兵 火槍兵沒有生精銳 看來他並不是想要走一個完全火槍兵的路線 火槍只是威嚇對手的 這邊要轉馬功了嗎 這邊採翼騎兵 這個應該叫翼板 採翼騎兵 採翼騎兵等一下之後 馬功血量可以高達100dc 而且有三攻三法 打馬功路線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就是土耳其人的一個選擇 不打火槍的話 打馬功也是OK的 但是我不確定馬功打相公會不會有優勢 我個人覺得相公是有優勢的 對於射的話 畢竟有血量優勢在 而且孟加拉人的還有這個派科技 可以增加相公的射速 所以總體而言看起來我覺得 馬功打相公並沒有優勢 而且相公的遠防也很高 遠防是8喔 那你的一個重裝馬功的話 攻擊力是11喔 所以打一下也只有3滴血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推薦出馬功來打的 這個轉兵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但沒有關係喔 每個人每個玩家都有自己的遊玩選擇 雖然是劣勢 但還是可以嘗試看看喔 因為斯帝國也不是說你單位貝克一定就會輸喔 最重要的還是記得操作喔 跟這個多線進攻喔 還有一個戰術選擇 有沒有選擇正確喔 才會拿下勝利喔 並不是說你打一個貝康克就一定會輸喔 這就是斯帝國奇妙的地方喔 這邊維加也維的差不多 但是這邊直接蓋TC 這條蓋軍營 這邊兔爾仙直接傻眼 哇你居然要來偷我的黃金礦喔 直接右邊起一個城堡要來反制對手的一個TC 那兩邊其實金礦都挖的差不多 如果到了大後期 最害怕就是沒有黃金這件事情喔 但是孟加拉總要進攻了 攻城戰相一出來270滴血 而且這個攻城戰相的攻速 比衝車的攻速還要快喔 所以現在印度斯坦 印度的DLC的版本喔 攻城戰相是攻城速度最快的喔 按這個血量 哇 城堡掉的速度非常快速 後方的火炮 幾樣再輸出 馬功出來了 馬功只有7加4 攻擊率11 這大戰相來說還是有點尷尬 但是這邊有個細節喔 拉一些落魄直接來打攻城戰相 攻城戰相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因為大象也是騎兵單位喔 所以落魄打戰相也是有額外傷害加成的 這邊直接射光 大象再直接往前挺 這邊再射一波 二級攻 五象 來增加這個疾病的傷害 那有疾病的話打落魄就很好打了 但是這邊馬功喔 可以跟著對方擊兵 或許這個馬功是要來打擊兵用的嗎 這個想法好像 嘖 我不確定耶 哈哈 但好像 嗯 有點難解 這真的有點難解 好 我也不太知道該出什麼 好 這個象弓 你看射射射射這個象弓有點癢 但是數量過多還是有傷害 好 右邊這邊 城堡蓋起來 黃金可以穩穩的去挖 出來的疾病也是直接被解決掉 這邊想要蓋城堡 就這次慶奇畢直接解決掉 蓋城堡的村民 回到正面 更多疾病補了過來 鳳城戰相也是慢慢緩的過來 要來去做進攻 這邊三級攻還沒有好 孟加拉這邊疾病傷害有點慘 而且還沒有三防 所以很害怕對方的箭矢 所以孟加拉疾病到後期會有一點限制在 沒辦法這麼無雙 但是我覺得還是夠用啦 畢竟疾病要的就是他的恩外傷害而已 這個駱駝跟馬弓 還有大洛馬 都OK 所以圖爾遲人出馬弓很尷尬 他一次被兩個單位抗肯 只要被貼到的話 疾病打馬弓也是很高傷 然後象弓打他也很痛 但是他打象弓卻不痛 而且血量又多又難採 這就是孟加拉倫的一個正面打法會比較強勢的地方 唯一可能的地方是只能用火炮 一直去解決對方的一個象弓 但火炮系數量其實也沒很多 只有五隻而已 如果可以用更多的黃金跟木頭 投資在火炮上 然後轉去火炮樹 然後再加上大量擊兵喔 去跟對方互戳 呃不是擊兵喔 這個圖爾遲沒有擊兵 用肉馬 去跟對方互戳喔 或是去秀對方喔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喔 那我覺得這個馬弓出的感覺是 比較是要針對對方的一個 擊兵的一個問題 最近圖爾遲人要解決疾兵不太方便了 用火槍兵的話 雖然也是打不命羅外傷害 單攻速慢 但馬弓的好處就是攻速快喔 解決的速速是比較快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馬弓 就會回到剛剛的問題喔 這個是一個悖論問題 很麻煩喔 好那孟加拉這邊 哇資源上有點吃緊了 開始黃金上這邊變少 再來石頭數還有1500 兩邊都是正面大開戰 後方的騷擾並沒有很明顯 火炮的一個數量開始堆疊起來 大象的血量開始變少 火炮打大象還是蠻快速的 好這邊再起火一下 唉唷 還是有打出一點傷害 這邊孟加拉至少是不要聚在一起 哇你看聚在一起 血量掉的非常快速阿 所以馬弓的優勢慢慢展現出來了 但是前方沒有弱盾的話 馬弓又會損失大量 自己的肉可能還是要再轉出更多一點喔 木頭可能要少一些 但木頭少一些的話火炮就少了 又沒有黃金 哇所以土耳其然這邊經濟調配已經到了極限了 不能再繼續再變換了 但是現在又很缺肉 哇 孟加拉這邊正面太強了 工程戰相 肉馬 級兵 相公 各種來 這是什麼 四色布丁 孟加拉的四色布丁 哇很難纏 工程戰相還可以去吸引對手的馬弓傷害 而且有機會還可以去頂對方的火炮 頂火炮傷害非常高 哇 這個差點就頂掉了 哇但頂掉兩條火炮已經很帥了 工程戰相 恭喜速度快 血量又坦 這邊 直接做個刀想要來招火炮嗎 這邊先招馬弓 直接往後招火炮 直接招到一隻 哇火炮數量還得變少 但這邊 相公的數量也是緩緩的下降 但這邊肉很不夠 相公生產速度有點慢 而且後面要補過來 也需要一點時間 後來被往回打了一下 土耳其這邊黃金也是吃的差不多了 這邊的黃金都吃完了 回到孟加拉這邊 只有這塊前面的黃金是孟加拉最後的命脈 所以孟加拉這邊不能撤退 這裡也不能起城堡 因為這邊一起城堡很有可能 馬上就會被火炮給端走 所以要蓋城堡之前 一定要先把對方火炮的問題給解決掉 那正面的部分火炮的數量 還在繼續做一個輸出 這個相公的火炮還是很好用的 好正面馬弓雖然還變少 因為土耳其的黃金金見底 現在只能轉出大量落馬 火炮數也沒辦法繼續做一個生產 沒有火炮數的土耳其 可能有未來嗎 我不確定 多遮惡射程 感覺還是有差的 好 那我最意外是 土耳其人居然沒有在中間這個地方插火炮塔 其實他這邊有時候的話 盡量去投資火炮塔在中間的位置 打這個相公來說 更好 好 這邊感覺 突然沒有力了 兩邊都開始進入了一個 半摔期 開始就消入軍隊了 軍隊開始沒有200人口 現在就是卻有圍套時間 但是馬弓的劣勢明顯的顯現出來了 射這個大象實在是在抓癢 血量掉的非常慢 後面還有生魚在補血 這就是我說的 生魚後方補血 然後顯現相公坦 然後再搭配少量級兵去戳駱駝 那肉嘛 那馬弓的話勢力要處理這些級兵 然後一處理級兵的話 後方的馬弓 相公就可以處理馬弓 哇 這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 能解決這些大象就只能靠火炮 火炮又只能靠黃金 現在又沒黃金 又要出馬弓 完蛋 乾枯了 沒資源 孟加拉還有2000多的一個石頭 但卻不慌不忙 後方有這些聰明在這邊偷挖 還挖完了 好回到正面 正面再來看一下 肉麻數量太驗了過來 多些人意識到只有大量肉麻才能克制對手 但是這邊 孟加拉有這邊直接硬點對方的馬弓的一個徵兆 然後這邊有直接硬點喔 直接去無視對方的肉麻 這也導致馬弓的數量一直起不來 後方的僧侶也是爽爽補血喔 哇 這邊其實補血量補得很多 這邊肉麻可能是要去後面抓 僧侶嗎 這邊稍微繞一下 但是級兵緊追在後 後面沒有維持 看來要直接繞背 直接去圖村民了 正面的話沒有肉麻的情況 這邊馬弓只能正面迎戰 這邊迎戰的結果絕對是不太好的 哇馬弓全部被瞬間吃光 正面沒肉盾 絕對變這樣子 但這一波燒了能做到點事情嗎 感覺是有點極限的 因為這邊疾病都有一些東西回去再追了 這邊直接在前線 加一個城堡起來 要來壓這個出兵點了 那這邊肉麻直接一致排開 但是中間有城堡在防守 寶刀也是可以擋下的 而且也有一些相公在吸傷害 這邊疾病一樣在追 這邊直接打到伐木區 但是這邊有很多疾病 直接過來做包夾 但是這邊肉麻還是有帶控 看到疾病過來直接撤退 中間部分還在做一個前壓動作 肉麻直接一出來就被射爆 哇這邊很慘 出來就直接殘血 對這個圖爾西蘭的戰力 會有個大打折扣的一個問題 後方這邊還直接蓋起了馬舟 直接蓋了一堆肉麻 開始在砍村民 現在前後都在著火 孟加拉這邊拿上了上風 圖爾西蘭這邊肉麻的攻勢快被解決掉了 雖然空洞還是很不錯 還是有少量的肉麻活了下來 但這邊的出兵點已經被壓制住了 而且身邊還可以招搶對方的馬舟 身邊一出來 欸還好沒有被砍 這裡沒在控 這裡已經沒有時間在控這些 一兩隻的單位了 後方的問題是個大問題 要趕快把這個疾病點射到後方 要來做一個壓制肉麻的動作 後方這邊大量的肉麻在吃過來 但是這邊早就有疾病在守租帶渡了 這邊直接開戰 但是下方還是很難打 打出了GG 托爾西意識到自己已經沒辦法壓制對手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哇 這兩邊打到後方 大象真的太強了 哇 托爾西這邊經濟完全輸對手 每個資源都輸 那孟加拉這邊真的是用這個大聖佛教 還有這個村民霜的優勢 去領先一些經濟 然後再轉出更大量的部隊 去做個壓制 那生物分也是多拿到一個生物 五生物 雖然生物上來說 圖爾西人是比較早拿到的 所以黃金上會多一點點 而且孟加拉中間的修道院 一度被拆毀掉 所以生物會少一點的黃金 那目前看起來的部分 孟加拉這邊是比較有 把孟加拉的特性打出來 大量村民加上這個大象公 去壓制對手 做得相當精彩 那圖爾西人做的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火炮 出得太少了 然後轉馬功有點 打得不夠給力 可能轉點火槍兵 在後面室加火炮 然後前面用漏馬檔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 由我來打的話 可能會打得更長 這是我個人想法 不一定這個打牌一定會有效 畢竟這個象公 加上肉馬 還有這個級兵 還有聖女在後面補血 這個確實有點難打 最好的方式就是火炮加頭車 但是這個後期要打出這些戰術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